兩單擺擺長均為L 其中一個擺錘質量為M1 另一擺錘質量為M2 先將M1拉起至水平狀態之後放開 擺下來它跟M2發生了彈性碰撞 M1反彈之後呢 它的高度只剩下原來的一半 是要問M2分之M1 這個值應該介於下鏈哪個範圍之中 我們在這邊呢 你可以知道M1從高度L的位置掉下來 所以碰撞之前 你用力旋輪手橫可以算出撞前M1的速度 那反彈之後高度只剩一半 你也可以算出反彈之後用力旋輪手橫 算出反彈之後M1的速度 那你有撞前撞後的速度 這個質量比就好算了 所以在這邊呢我們用力旋輪手橫來做了 假設印象又為正的話 碰撞之前M1的速度應該是根號2GH 這個H呢我是從L的高度下來的 那碰撞之後呢我的高度只剩下本來的一半 所以2GH這個H要帶2分之L 那開根號加個負號 負號是什麼 反彈的意思啊 因為方向相反嘛 好所以 我有1號物體的撞前撞後速度 我們就帶進公式 V1'會等於M1加M2分之M1-M2V1 再加M1加M2分之2M2V2 不過因為呢這個2號物體被撞之前是禁止的 V2是0 所以我們後面那項通常就不寫了 好那把它帶進來 V1'負的根號GL V1是根號2GL 那整理完是0.17 那接在哪個範圍之間 是不是接在這一個 好答案選B V2 V2 V4 V4